面對政壇傳得沸沸揚揚 關於沙拉越即將解除緊急狀態 讓犀鳥之鄉和馬六甲下個月同步舉行周選的傳聞 沙拉越首席部長南都阿邦佐哈里今天坦言 已經觸見國家元首蘇丹阿都拉陛下 不過他否認會在明天宣布解散州議會 關於沙拉越的 英文媒體《星報》引述消息指引 阿邦佐哈里明天将召开特别记者会 宣布关于解散沙州议会仪式 不过当事人中午出席斯里安曼发展机构活动时 否认觐见国家元首讨论紧急状态 阿邦佐哈里强调双方会面与周选没有关联 至于元首核实解散紧急状态或举行周选 阿邦佐哈里表明不能够揣测胜意 一切交由元首定夺